今年这份年度报告会告诉你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型确定性年代 我们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未来的趋势 这就好比已经站到了山顶上 可以看到另外一侧的风景 那今年这份年度报告的关键词是腾挪 腾挪说的是 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 都可以通过灵活地调节自己 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发展机会 我今年调研了关于工业化 城市化 技术创新 很多案例 我看到在中国这个特别适合腾挪的舞台上 很多个人和企业 是如何找到最适合他们的发展机会的 那么他们的这些腾挪的成功经验 会对于你思考自己的职业发展 子女教育 甚至你的退休生活 都会有很多启发 今年的年度报告 将会从12月8号正式开始更新 期待你的加入 是小学生机会的发展机会 我可能会有什么问题吗? 感谢观看